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世界上的人最少 而明界无形众生 与楞严经中所讲的妖魔鬼怪 却多得无法计算到处都有 这个现象 你不要去看这些无形众生 你看有形的 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善人少 我人多 不是这样的吗 可是 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这个社会上善人多 我人少 我们 我出生在农村 这叫做八十年前 就是安徽 汤池这一带 这些地方 晚上农民家里 睡觉的时候 不关门家 真的是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没有坏人 现在不行 现在门还要加上铁栏杆 什么原因 伦理 道德 英国的教育 废除了 三字阴上 头下 他一个也开头 人之初心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狗不骄傲 现在前 不就是个道理吗 现在人所受的教育 是负面的 没有正面 学校 从小 叫什么 从小叫金正 中国古时候 从小 叫 礼让 哪有叫真的 哪得了 从小就叫 有礼貌 样样都要让人 不要有真知 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训 所以这种教训 至少丢掉了七十年 现在年轻人不知道 他父母也不知道 他祖父母也不知道 可能到他高父 高祖父母的时候 才晓得 这个原因 中国满清王国之后 军阀各局 日本人的侵略 一直都在这 战争状况之下 整个社会被打乱了 一直到现在 不能恢复 所以我们在汤池 做了一个试 这个试验 是我们感觉非常惊讶 因为我本来想到 汤池让这些老师去教 大概要教三年 人才会觉悟 才会能够恢复到成品 没有想到 叫三个月 人的羞耻心 就出生出来了 做不善的事情 就觉得 对不起良心 还有我们感到 连所有的老师 都感到非常非常安慰 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这个说明 这个地方 地区的人民 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 虽然丢掉了70年 一发觉 他就出来了 效果就这样的明显 所以元真的是足踪加持 交三个月是 零六年 元月份交到四月 成果就卓著啊 我无限的安慰啊 你看七月份 联合国就通知我 希望我参加巴黎 总部啊 一个大的活动 我一听这个讯息 一口就答应 为什么呢 我们汤池都可以 向联合国报告了 这不是理想啊 可以落实啊 所以向联合国要求 给我们一个场地 做一个展览 他把那个大厅 展览厅 给了我们三天 我们把汤池所有成果 这么做展览 做详细的报告 我让这个蔡黎徐老师 做四个小时的讲演 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联合国讲演最长 没有超过两个小时 特别给我们四个小时 做这个地质规教学报告 是做得很成功啊 宗教可以团结 我把新加坡九个宗教 统统带到联合国 上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讲台 做 为世界和平祈祷 联合国的秘书长 看到了很受感动啊 那天灭书长进来的时候 跟我坐在一起 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道理在此地 你就懂得了 人如此 鬼也是如此 鬼也没有人教他了 全盘都是把能力道的英国 说过了 你看在中国 这个毁掉城隍庙 我记得很清楚 应该是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我们家乡的城隍庙 被军队毁掉了 那是国民党的军队 城隍庙就叫英国报应 城隍庙毁掉人 不再相信英国了 孔庙是能力道德 祠堂是能力 祠堂没有了 家谱没有了 人什么都不知道了 最后只知道 只知道秦 厉害 除厉害之外 其余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 人活着怎么会不苦呢 人要想真正做到 幸福美满的时候 这些能力道德 能力道德是你自信的信的 是你本有的 我当年26岁 跟方东美心人学哲学 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 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接受了 我一生感激老师 为什么一生生活得很快乐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一切随缘 不盘远 看到人家做得不错 随他去 随他去 不要去制止 也不要去说他 为什么呢 他不会相信 看到人做好事 我们随喜 随喜功德 这是佛教的 一生不跟人家 接约处 你回报我 我赞叹你 你陷害我 你有困难 我还帮助你 我不会记在心上 你说多么快乐 天天多吉 天天教训 天天提升自己的灵性 快乐无比 所以汤匙 都是随便做的 要不参与联合国的和平活动 我就不会有这个念头 从来没想到有这么个念头 所以这个念头是 参加联合国和平活动 我参加了十次 大会里面的 同仁 那都是专家学者 吃饭聊天 给我弹起来 法师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 不能落实 我是这个话 使我想到 一定要做一个实验 让他看看 让他看什么 让他的信心生起来 这些人信心生起来 对全世界的和平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有影响力 对 我还没想到 这些人信心 我还没想到